都还没亮 民进党立委黄杰跟助理被拍到 出现在内政委员会外头 只见黄杰走到门口 三两下就把门给撬开 没有破坏公屋 因为门锁都是好的 得意知情异于言表 因为内政委员会的门 的确毫无损伤 我在示范门锁是好的 来来来 那委员到底是用什么方式 把门打开的 再看一次监视器画面 黄杰手里拿的 似乎是张卡片 我就是合法 合规的把这个门打开 黄杰黄杰 黄杰他不只是 我没有台湾国语 漂亮的杰 可以说我是怪盗 这样应该名字比较可爱 而民进党虽抢先 占领朱西台 但赵伟高精素媒 也出招反制 直到下午一点多 临时更换会议室 宣布开会 绿云则反控会议 吴思耀一阵全武行后 会议休息 我要再度的谴责民进党 你们要偷了一天的薪水 吴思耀 你为什么那么害怕 民进党立法委员 吴秉锐提的案子 恨不得马上 把他毁尸灭机 赵伟声称 本日议程已不排声 选办法 只是彼此没了互信 内政委员会 空转日 再加一 TVBS新闻 李明慧串柔 台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公监